好 大家好 我们就继续 我们的深度类神经计算跟应用 那在前面讲完了2-2 马上来讲2-3 我就说赶快把刚刚那个概念 落实成一个演算法 那我们就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All gate的问题 如果把All gate把它Seperable 所以我就把它简单叫 The All gate Separable Problem 它的观念是这样 All operation大家都知道的 0-0得0 那0-1得1 1-0得1 1-1得1 所以这个 那原则上我们就喜欢怎么样 把0当作白点 那1把它当作什么 当作黑点 所以总共这个地方 就是把它几何的表现出来 就是你可以看 那这一半的画表 0-0得0 0-1得1 1-0得1 1-1得1 喜欢画这个表 那画这个表过程里面就是说 那We define all arts 一般就是这个Or 有没有 As operator Which satisfy the corresponding property 那问题来的 就是说 这一种定法其实是一种概念 也许各位同学还不是有很强的一个理解 然后在这一系列课程 我会想办法让各位慢慢了解 就像早期我们在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数值分析 因为很多都是一些概念的一些对应的观念 或概念的一些函数的一个规范 那真正要来做计算不能算 所以它这个本身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以computing model instead of the conceptual model 不是只有一个概念的model 因为这是概念 我规范 0-0得0 0-1得1 这个1-0得1 1-1得1 那这是一个概念 我需要一个计算模式 我需要一个计算模式 那计算模式我们就用什么呢 所以很多的那个工程的人 尤其那个机械 他们在做那个自动车 或做一些简单的什么机器手臂辨识 他们用类神经网络 来implement很复杂的那些数学的模式 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一张 专注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你可以看到 我怎么去做它 就把它重新再呈现一次给各位看 那呈现完后呢 我就会产生一个叫做learning pair learning pair 就是说那learning pair的意思是 1-1 input 0-0 input进来的时候我得到是0 我希望它得到是0 所以这叫learning pair 那0-1进来我希望它得到是1 那1-1进来我希望它得到什么 得到是1 那1-0进来我希望它得到1 为什么讲希望 有时候你希望说我这次考100分 读书读了半死 那就是learning 可认了半天发现你只考60分 最后考试考了60分 所以希望常常跟落差有很大差别 那我们类神经网络希望是把希望跟你要的结果把它几乎接近 这是成功的一个model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特别要来讲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learning pair 我们的learning pair这样 好 那所以我们就try怎么样 我们就try to train train一个2-1 neural model 你看2-1嘛 这是2 这是1 我们train一个2-1 neural model to adapt for learning pair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是这个 来改我的这个weight 有没有 让我这个四个data进去就可以 那这个t一般叫target 我就先把它先秀出来 所以我们总共怎么样 我们现在总共就等于说 这个t就是它叫做target 它叫target target 也就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我希望我的目标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总共怎么样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因为这个是10 这1 1 这是01 这是00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条线 那我故意这样画一条线在这里 这个就没办法sapleable 目前还没有办法sapleable 我如何去移动这个等温线 让它最后怎么样 可以让它可以separate separate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注意它虽然简单 但是中间的一个比较细节的数学跟系统表现 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过程 这样 所以这个target 好 那target一般我们也把它叫desire 叫desire的 t2 这等等等 有没有看出来 总共四个learning pair 好 那我们initial value 这个记住 就是说因为这一张是先给各位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就开始 我就自己当中在设计的时候 我就特别找了initial value 就是我那个neuron的一开始 位的是给14 BIOS给-2 给-2 没有 那画出来就是这条线 x加4y-2等于0 有没有 那因为这个我就不再去写x1x2 就回到以前传统的xy 那中间的那个mapping 你们自己脑袋刮清楚就好了 好 那我的位的就是14 14有没有 我的BIOS 你看BIOS 我的绝迹就是什么 1分之2 好 就这样一个很清楚可以看到 好了 那这样的以后呢 我就开始要学 我开始怎么样 学我的step1 那step1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我发现我的00这个点 有没有 位到我们的这个什么 位到我们的那个model里头去 有没有 好 我赶快把model把它拿出来 就说一开始我的00 位到我的model里面去 就我得到的A是0 有没有 是0 那它在等文件之下 就说P1这个点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因为你要脑袋挂 有一个几何观念 还有它的一个数学 计算出来的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发现OK 嗯 不错 P1这个点检查的时候 发现怎样 进去计算的时候 得到我的A 那A我们叫physical output 实际的output是0 那跟我的design output 是0 是match 是match 所以这个就是满足 我们的学习条件 所以这个就没问题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wait就不改了 我这条线就不改了 好 不改有没有 所以 we put the first learning pair to什么test 什么的 corresponding fitness 我们就是去测试 它的第一个 那个corresponding 就是对应的 那个fitting 就是它的完全 那个适应 就是说我完全适合 就是说等于是 对应的适合性 没问题 所以一开始 是没问题的 那没问题呢 我们在学第二个step 所以第二个step 怎么样呢 我就来看我这个p2 这个点了 有没有 p2 这是01 那我的target 或者design output 是1 那看起来也不错 也OK 有没有 所以你看 这个也是OK 所以 简单起来 当然是above 怎么样 the alpha themes 就是说 在等于是上 没问题 那这种情况 我w就不改了 那第三个 也是一样 p3 11 也OK 所以 都不改了 不改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weight 你可以看到 等于是我w 我前面w 这个01进去 没问题 w1 进去 都没问题 所以得到结果 都是1 所以这个w 就不改了 都不改了 全部都不改 有没有看到 说OK啦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up to now the weight is still the original one which can adapt first the three learning pairs 就是说 前三个的 这一个learning pair weight 进去都可以 因为这个当时 在写讲义的时候 我要刻意 设计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个过程 讲解一下 比较快 好了 在第四步 就不OK啦 你发现 第四步 我就把整个 把它当出来 你看 第四步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的weight 目前是14 有没有看到 我weight 10进去 那weight 10进去 我发现 我的A40 就是这个点 有没有 因为0的意思 是它在等温线 怎么样 等温线之下 可是明明不对 我要这个点是 它的那个target 它底下 up to is 1 有没有 它up to is 1 看出来 所以 not ok p4 is above the Ithotheme 它is not above the Ithotheme 它不在它上面 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必须调 调这个线 让它在什么 它在 让它在 在之上 按照这个前面的情况 之下的话 这个时候 we desire p10 mapping to t4 等于1 instead of a等于0 不是 而非 a等于0 所以我需要它等于1 so 例如 we try to find a learning strategy to adjust the Itheme such the a等于1 所以要开始移动了 那移动的话呢 这个移动就很有趣 就是说 我们后面还会更详细的 那个演算 那现在就说 先展示它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strategy learn to write 所以我要一定要往右边学 右边学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故意 这个是我当初 故意照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 反正你们先欣赏一下 那为什么是这样找的 先不管它了 好了 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 we select delta w 等于什么样 等于0-3 我选择这个0-3 有没有 因为当初在画这个几何图 你故意把它画得 比较漂亮 那 为什么呢 你看 0-3 是不是在这边的 右选择 你看它等于是 在它右边 这是我们现在的 有没有看到 我故意因为当初 我在照这个例子 要一口气 几张头面 就跟你们交完了 有没有 所以我就不要再多好几个 回圈 这样 所以我就照了半天 发现0-3还不错 那0-3你看这两个加起来 有没有 它加这个delta w 就得到新的 新的这个normal vector 是1-1 有没有 1-1 那这个delta b 那我就取的是2分之3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现在故意照个例子给你们看 那当然这个以后 还有会不会讲 会不会讲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 所以我新的wait变成怎么样 变成1-1 所以这条线就 这变得拉拉拉到 变成绿色的这一条 有没有看到 变成这一条 那一拉以后你发现 这三个点全部都在等文件之上 这个呢 PE在等文件之下 这个很好玩 很好玩 就包括我当初在学的时候 198几年 我第一次在学这个neural 也是很多课本 就先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讲解 让你头可有概念 我的learning argument 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好 那这样就很有趣 我讲有趣 所以 那这个结果你可以发现 我的wait变成什么 新的wait变成怎么样 变成1-1 BIOS变成-2分之1 有没有 变成-2分之1 你看这变成11 那未进去就很perfect 10进去就变成是A 等于1 那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当你移动这个也有很可能 坏了前面的三个点 有可能 那如果这个例子 我不要再run好几轮 所以我就故意run一次 就让它是OK的 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下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新的这个 Second Epoch 那所谓的Epoch 就是学习一轮 比如说我学1-2-3-4 学完一轮就叫Epoch 那详细的Epoch 后面我会再定义一次 所以第二次的Epoch 那这个换字典的话 就等于一个四代 一个四代 我这run一次 我就读完一轮 那再读第二轮 等于5-6-7-8 发现都可以的 就新的怎么样 新的这一个 Boundary 所以你可以看到 We try the second epoch from P1-T1 到那个P4-T4 again and fi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inputs 就是这个input的对应 to desire output is already adapted 嘿嘿 它已经怎样 已经OK了 有没有 这个已经 is already 都已经可以了 所以We try to do the second epoch from这个 to find to desire is already OK 所以不错 不错 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这整个怎么样 整个的data 有没有 四个的那个data 进去的结果呢 都是perfect 都是perfect 有没有看出来 那最后的这一个weight 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我们要的weight 哇 就是那么简单 那么简单 所以原则上 你就问我说 how to determine 这个delta w 跟delta b 那后面我们再给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当然这个因为在这个讲义里头我就没有在啰嗦 我们后面的那个演算法给了以后 可能还有很多严重的缺点 那个缺点的话就是说 到时候也许我们在上网到那个相关网站的时候呢 我再给你们相关的文献去继续阅读 那这里我只要给你们一个创造力 怎么创造一个algorithm出来 所以 strategies to determine delta w 跟 delta b is one kind of learning algorithm 就是我前面 propose的 这是一种怎么样 learning algorithm 一个learning algorithm 没有 那这个问题来了 different strategy 就是不同的这个策略的话 will attempt different learning performance 也就是说不同的策略会得到不同的一个学习效果 所以这个常常我们就常说 这个各位在决定你的你的专场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现象出来 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 嘿也许我人 我找一个演算法一 最后的结果是非常的comfortable 那结果呢 我们找一个演算法二呢 也许最后是不ok的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会花很多很头动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说 在未来的这个 这个在进一步的学习的时候 in further further的这个study呢 we try to find some strategy to obtain more optimal learning 所以optimal等于是说 我们得到一个最佳化 一个最佳化的一个learning performance 不容易 但是这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还好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学到怎么样 完完整整的去解决这个all gate的问题 用一个linear separable的问题来做 那当然经过的简化以后 各位就想着说 也要往左倾往右倾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 一个很简单的策略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希望各位了解 那么简单 但是还是有点学问 那就认真把它学习一下 好 那这一节呢 就先到这边结束 个果汉 不认真的 昨天 我 我们 位